Python是当前任门的程式语言 也是程式初学者常见的入门选择 若已经大致熟悉Python的语法与逻辑后 该如何大神的告诉全世界 我会写程式 使用四双程式GUI呈现 会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欢迎来到Gamma Ray软件工作室 你好 我是Richard 这次的Python GUI入门指南 将会从简单的Hardware 一直延伸到打包包装应用程式的执行档 除了有图有真相 可以为你的作品机加分以外 其中十座的范围流程 还可以让你了解 如果遇到不熟悉的技术时 可以透过哪些线上资源查找资料 只要熟悉了这个流程 你也可以独立地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功能 依据我研究的资料 目前Python有三大主流的GUI框架 Tikender, WX Python, PYQT 以十座的简单程度 内建的Tikender, WX Python, PYQT 以功能的分布程度 成熟的PyQT, WX Python, Tikender 最后则以使用的热门程度 Tikender, PYQT, WX Python 那为什么我最后选择WX Python实作? 首先是Tikender,简单归简单 但正因为简单 所以适合写一些单纯小应用 当界面布局比较复杂时会比较吃力 而PyQT则是我查到商业授权的部分 GPL协议 还有GPL协议 看完结果后都有点晕 所以决定先暂时不要碰这一块 而且我的项目只是需要一个简单的工具程式 未来说不定会拓展一些功能 因此在这两者之间的妥协 就是免费且开源的WX Python 这个框架同时也拥有像QT一样的界面设计工具 而且从维基百科上来看 WX Python是包装WX Widgets的Python模组 使用WX Widgets开发的程式 不少是知名且使用过的软体 例如制作影片会使用到的 XR字幕工具 Vodacity声音变集器 以及大学教授类石FailVisa档案传输工具 这些都是促成我最后选择WX Python 实作Python四床程式的几个重要因素 完成GVR空架选择后 再进入到HeroWorld的部分 首先要安装WX Python的套件 使用Google搜寻或者这个网址 官方网站上网的Download 可以在这个页面或者在Pypi的网站 找到Pypi的安装指令 装按机执行 安装完成后 点击右侧的HeroWorld 这边有两个范例 先运行第一个 一个HeroWorld的视窗程式已经出现 这边的程式码只有五行 而且每一行的上方都有说明 可以很轻松地了解GUI最基本的组成 除了导入WX套件以外 还有创建Application以及Frame的物件 然后再评别通过Show的方法激活Frame的视窗 以及Menu的方法进入Application的主视线循环 了解基本组成以后 再来下方的第二个范例 同样先看运行的效果 一个有Hello World文字的视窗程式 这边有更多细节 例如下方多一个欢迎讯息的状态列 上方则有悬单列Fail Help Windows 启动Fail中的Hello会开启讯息的对话视窗 那么看回程式码 这个范例是平时开发时 真正使用的程式结构 而最下面可以看见 刚才的Application物件和执行方法 都在Man的方法中执行 而Frame的物件由于实施了更多GUI功能 依据物件导向的概念 继承Frame类别后又重新宣告为HelloFrame 在类别的建构室中 可以发现建立了三个物件 分别是Panel Statitex BoxCider 其中的Panel面板 用于放置各种控制元件 像这边使用的Statitex 也就是HeroWorld文字 而BoxCider 意思是大小测定器 用途是配置元件 在界面中的排列组合 也就是布局功能 这边可以了解到 一个完整的视窗组成 它的元件结构 应该是长成这个样子 应用程式 视窗 面板 布局 控制元件 每个元件的具体细节 可以使用这个网站 搜寻WXPython 然后MajorClasses WXPanel 这边可以了解到 宣告时要放入Fran的物件 面板才会被定位到视窗中 然后WXStatitex 可以了解到 建构式的参数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这边要特别注意 放入的上层元件 并不是Bugsider 而是Panel物件 这是因为Bugsider 其实是属于Panel的方法配置 布局细节的部分 在左侧的LayoutManagement Bugsider 可以看见Bugsider 有两种状态 水平布局 与垂直布局 使用AID的方法 可以加入元件以及配置各种位置的细节 之后就可以在Maino物件 使用Sexceler的方法 加入布局设定 最后下方创建MenuBar的部分 其中要关注的重点是 元件事件的处理 也就是当我在界面上 点击一个按钮后 程式该如何知道 要做些什么事情 具体的方法 就是在程式码中 将元件 事件 与动作三者绑定在一起 这边看到Mind的部分 这个范例就是将 点击HelloItem的选择元件 与onHello方法关联 在onHello方法中 执行动作 WXMatch Dream Box 也就是刚才点击Hello选单出现的讯息对外视窗 大致了解两个官方范例具体实作的哪些事情后 再来要介绍GUI设计工具 官方网站右方的侧边栏提供两个连结 WX Phone Builder 与WX Play 可以任选其一使用 这边主要示范的是 WX Phone Builder 访问网站后 下方Download Bionary 点击GitHeart Release 击具作业系统下载 加速后就可以直接启动 进入这个画面 首先要做的事情 在右侧的面板中 Code Generation 从7++调整成Python 然后现代目标是建立一个 包含上个元件的简单界面 上方Fone选单加入Frame 视窗 Leo选单加入Budside的布局 开盘选单加入StaticTest TestControl与Button元件 元件加入后选取元件 使用上方的Explain填满布局 Button元件除了布局的调整以外 还可以先配置好点击的视线名称 选取元件后在右方的配置 4键 添加点击视线名称 这边我取名叫On BTN Click 切换回Python本页 可以发现磁磁码已经产生 在这个步骤中 你可能有发现我少了加入Panel的步骤 这是因为刚才的Fone选单 Panel元件无法直接加入 要加入的话必须先配置个Budsider 然后在Container选单 里面的Panel才能加入 我个人猜测开发者可能是觉得 不管Frame还是Panel 都应该预设布局 这样的界面设计才会相对严谨 所以可以做个测试 如果没有在Fone或Panel中 加入类要的元素 那么Cama选单中的任意元件 也同样是无法加入 所以这边就先用刚才充建好的Fone 继续下一步 先选个入境存档 存档完成后 点击选单File Generate Code 在同步录的指标夹内 出现Noname.py 这档案内容就是Python分页的程式码 只要加上Approcation的物件 以及自信方法就可以使用 这个方法如果GUI的界面 每次变更完后都要再重新添加一次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这时就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方法 先修改Noname.py的档名 然后重新命名为WXGUI.py 然后再创建一个Python的档案 打入WX套件 与WXGUI档案 建立新类别继承刚才设计的Frame 初始化的部分 该用复类别的建构式 下方再定义配置的事件方法 on.btn.collect 这边我始作的是 取得TextControl输入框栏文字 显示在StageText的文字元件 成绩的最后要再加上面方法的内容 完成后 执行程式 如此GUI的部分就归UI 可以完全使用GUI设计工具产出 因为程式事件与资料的部分 则可以独立的写在另外一个档案 达成界面与业务逻辑的分离 GUI设计工具非常方便 不过工具列表上的元件并没有全部列出 还有更多完成度很高的元件可以使用 例如开启档案的对话视窗 或者出生档案的对话视窗 这些就只能透过程式码才能实作 那么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 要如何知道有哪些元件可以使用 以及按钮实验中 Gap Value Reset Level的方法 又该如何知道这些元件的用法与特性 接下来会透过两个范例 说明如何完成这件事情 第一个范例 同样是实作刚才GUI工具 建置出来的界面功能 此时假设没有工具可以使用 那么就要透过开放文档进行建置 这边可以在官方网站的Github Repository 找到这一个Github的专案 用Git的方式或者下载压缩都可以取得 我这边用Git Chrome指定下载 完成后打开专案 有一个Demo的指导夹 其中REME的文件会说明这个Demo要怎么使用 输入python-demo.py可以直接启动 这边照着执行会出现错误 中文机说明面.py的档案中缺少了Volution模组 这个问题是一个bug 我在Github的一书中找到解决方法 可以使用过去的版本快照 或者手中修改MAN.py的程式码 初解第75行以及第2679-2683行的程式码 修改完成后在运行仪式指令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要使用的三个Static Text Test Control与Button元件在左侧的Core Windows Control悬蛋里面 上方的标记分页 Overview是元件的文字说明 Demo code是翻类的程式码 Demo则可以运行元件翻例 例如点击Button下方的日誌就会出现讯息 这个是实际的翻例代码执行的动作 之下来看到Demo code部分 最下方MAN方法基本上不用管 Overview的变数就是左侧简介的文字内容 Run Test函式则是提供给Demo程式的呼叫 所以真正要看的部分就只有Panel里面的内容 我以第二个HoloWorld的翻例进行调整 先移除用不到的程式码 然后过是Static Text的元件 接着修改Panel参数 调整文字内容以及移除其他未使用的部分 其中布局的Bugsider 也可以使用侧边栏 Windows Layout Cider 选择一个想要的布局范例 Taste Control元件 过程也是一样 复制完元件后调整参数内容 而Button元件除了误件代码以外 还有绑定实键 这边特别要注意的是 由于程式的写法不同 Button实验中元件的写法 元件是SELF.变数直接使用 这边的范例必须要再做一个 把元件物件放入到SELF物件的动作 如此才能在实验的函式中调用 现在的就是Button元件的参数调整 以及拜方法绑定刚才实作的 取得Taste Control输入框的文字 显示在Static Text的文字元件 完成后自行程式 功能完全一样 只不过这是不用依赖GUI工具 界面建置的工作 在这个开发用的文档程式 选择四双元件 复制调整测试就可以完成 第二个范例要有实作稍微复杂的功能 以Python常见的数据分析为例 需求是三个动作 第一个挥入CSP资料以表格呈现 第二个挥入资料以参照图图表呈现 第三个调文过的数据 会出成另外一个档案 这边建立完Button元件与板定事件以后 先从表格的部分开始 同样在Call Windows Control 有各种的表格元件可以使用 这边选择的是最简单的List Control Edit 需要先挥入List Mix套件 然后List Control Data是表格的数据变数 Text List Control则是继承List Control类别 这两个变数与类别可以直接复制 然后在下方的篇图中找到这个类别的元件宣告 复制到Find的建构式后同样调整的参数 完成后进行程式 呈现效果是跟Demo显示的一样 汇入档案的部分 侧边栏Cama Dialog File Dialog 按种动作会在日志打印档案如今 查看Demo库分页 全域变数Brill Card用来决定档案类型 先复制之后再根据需求调整 再要Log元件 由于已经知道Button榜音时间的方法 所以直接跳到OnButton的函式查看 这边复制整个实作方法 移除诸解与没有使用的Log物件 然后在Stell的地方 有个FD Model Fold的参数 这个是元件支援多个档案的功能 不需要使用两样移除 在条件式修Model等于ID OK的地方 是档案选取后点击确认的动作 看起来就只有档案入境打印 所以还要实作档案读取的功能 并且转换成ListControlData变数的Ditch内容格式 这边同样先执行程式 旋律档案打开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是因为变数的资料更新 但元件并没有重新绘制 所以再加上表格物件的Pubulate阐释 再次执行程式 有变化但并不是想要的效果 表格中就是的资料还是存在 看起来Pubulate的功能 只负责填充数据 并不会主动重置 此时就可以到WXPython的官网 右方侧边栏的API Reference Module WX 现在要找到DitchControl 进入到这个页面后 直接搜寻Clear的文字 看来有没有跟清除相关的函式可以使用 ClearAll的描述看起来最符合需求 调整后再执行一次 表格内容正常显示 直方图的部分 目前Demo中只找到圆柄图的元件 所以借助MainPlugLit的套件进行维持 这边使用网路上的范例 PIP指令安装 导入MainPlugLit PiPlug的套件后 护角改善示 可以将正列中的数字维持成图形 在护角这个函式之前 刚才开启档案的地方 再调整一下挥入档案的处理 接下来就可以在Unchart的函式中 护角ShortChart的方法 完成后整形程式 直方图的呈现 确实就如同导入的数据一样 储存档案的部分 具体的流程是取出表格中的数值 然后以原本的格式进行储存 这边CSP的格式转换 可以使用CSP的套件实作 只是原始的数据要先排列成二维阵列 表格数据转换成二维阵列的功能 在Demo中不会有范例 API Reference 搜寻Get的方法 看起来也没有类似 这时候大决刀就是Google搜寻引擎 关键字WX Python List Control Get All Item 经过一般的查找与特色后 拼送出这个方法 透过两个复维圈 将表格元件内的资料 放入到二维阵列之中 之后出现档案的功能 就可以用File Dialog中的Safe Dialog 直接实现 不过同样的实作写入档案的功能 跟读取的方式差异不大 R2参数改成W 完成后执行程式 汇图按钮表格呈现 汇图按钮直放途呈现 修改文字后汇出按钮 查看档案文字修改成功 不止一个简单的 试方程式 想要将这个应用分享给其他人 这时候可以使用 Pi Installer 将写好的程式进行打包封装 安装方式同样使用PIP PIP Install Pi Installer 然后使用中暗机进入到打包的档案目录 输入Pi Installer 参数F Sable.py 参数No Console 执行后就会打包成执行档 其中F参数是仅建立一个执行档 不产生其他档案 No Console参数是在启动执行档时 不需要显示控制台的窗口 这个参数在Mac平台一定要加 不然会发生萤幕没办法访问的错误 而其他Pi Installer的参数 就不足以细讲 这个工具目前已知 只能打包当前平台使用的执行档格式 有又是Windows平台只能打包ESC Mac平台只能打包UNIS 如果要跨平台使用的话 只能换电脑或者虚拟机器才能达成 上述的Python GUI入门指南 所有参考到的网站资料 都有列在下方的资讯栏 虽然没有一个元件接一个元件的说明 但透过两个使用Demo程式 与API Reference文档的实作范例 你应该已经知道 如何运用这些资源进行应用程式的创建 未来如果有想要自行打造 接近商业等级的软体 Demo中还有个Advanced Generic Widgets 里面有更多已经完善的进阶元件可以使用 像是其中的AUI元件 就已经是一个布局完整的ADE面板 而GitHub的专案中另外一个Sample这套夹 里面的范例细节跟Demo的有些差异 例如WebView的范例 除了线上的网站 还有示范访问本地端的档案 我就透过这个范例 将以填写网页小工具 快速的改造成示范程式 想要了解WX Python更多功能的话 这里值得再查找一番 那么这次的Python GUI教程就先到这里 如果我对三大主楼的另外两项 Ticent 与PIQT也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 有机会会再进行介绍 谢谢各位